佩佩老師今天要教小朋友日常生活當中會用到的 是鞋子 要穿鞋子囉 要綁鞋帶 要仔細看喔 我們要非常有耐心的慢慢穿 穿好之後呢 打一個結 然後再抓兩個小白兔旋轉 把它打個結 這樣子小朋友就學會了穿鞋子 下一個是什麼呢 是扣扣子 現在把外套打開 這裡有個洞 手手 幫它打開 再把它穿過去就穿起來了 這個扣子穿進這個小洞洞 外套就穿好了 這裡呢 是一件褲子 現在呢 小朋友要學 怎麼去穿這個鏈子 我們先把它這個 拉過來 這有個扣子往上翻 再把錘子拉高 這樣子就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呢 現在小朋友要學怎麼穿呢 這個呢 穿進這個洞 穿好之後呢 再把這個輕輕壓到這個洞 這樣穿過去 這件褲子就穿好了 然後這個再把它穿進去 褲子也完成囉 下一個是什麼呢 是一個手套 媽媽呢 煮飯煮好的時候 就會用手套 它這裡有一個黏黏的打開 手手放進去 然後再把它黏起來 是不是很簡單 然後這裡有個小外套 卡吉外套 現在呢 教你怎麼穿外套 把這個呢 放進這個小洞洞 輕輕壓一下 這邊把它握緊 等一下喔 輕輕壓一下 往上拉 就拉起來了 小外套 卡吉外套也穿好囉 這裡有一個漂亮的洋裝 現在要幫它扣子打開 有三個扣子喔 打開之後 衣服就打開了 現在要練習怎麼扣扣子 將這個扣子呢 穿進這個洞裡面 就扣起來囉 美麗的洋裝都穿好了 這裡有一個漂亮的小包包 我們來看看它怎麼打開 輕輕的壓一下 手手這裡把它握緊 這裡大拇指在裡面 慢慢把它扳開 哇 打開了 裡面有東西嗎 這是我的小包包 放好東西之後 再把這兩個扣子扣下去 輕輕壓一下 哇 我的包包好囉 今天佩佩老師 將小朋友日常生活當中 會用到了一些 會用到了一些小技巧的東西 寶貝有學到了嗎 今天的課程結束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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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